不是要送出去 事實上進去 他不是死的 鏡頭前 邊展現俐落好身手 邊仔細講解每個動作 唐志平日前受醫美集團總裁邀約 聘為泰拳教練 一講到拳法 眼睛頓時一亮 和前陣子憔悴模樣相差很大 首先我母親沒有綠色衣服 其次腳很粗 我母親腿非常細 就是我再確認一次說 那不是我母親 鏡頭前三度否認母親死亡的事實 依然唐志平母親上個月三號 沉失在社區頂樓 檢察官一規定請家屬前來表達意見 但唐志平卻堅決不肯認識 甚至到現在依舊認為 媽媽只是離家出走 由於唐母遺體沒有直系清楚簽名 只能暫時兵存在板橋殯儀館內 而根據法規 今天就是最後的認領期限 後續恐怕也會依 有主吳明師來進行火化 不過由於整起案件特殊 目前檢方也傾向 占卜火化唐母遺體 實際查詢新北市殯儀館網站也顯示 遺體存放暫時沒有結束日 有人透露唐志平還是堅信 母親只是離家 對此記者實際致電 截稿前無法取得回應 但至今仍未取回母親遺體 恐怕也是因為無法接受 突如其來的喪母之痛 三十五網一宣在新北採訪報導 一樣